高雄仁武區今天凌晨兩點多 發生了自撞車禍 有兩輛車是一路追逐 但車速過快 分別撞進了工地 還有撞上電線桿 警方出不了解 這兩名駕駛是朋友關係 疑似是行車糾紛 爆發了衝突 遠近也將追車的無性駕駛 公共危險 還有回省罪給送辦 駕駛跟乘客在警方的摻扶下 分別緩緩走出車內 因為車子失控 直接衝進了工地 這一狀不只兩人受傷 後車窗也破了一個大洞 車身板筋變形 而工地旁的水管也被撞毀 自來水流個不停 現場一片狼藉 而就在不遠處 另一輛黑色汽車 同樣也很慘 自撞電線桿後 保險桿掉落 車頭幾乎全毀 而駕駛則坐在路旁 低頭不發抑鬱 自撞車禍就發生在高雄仁武區 警方出不了解 兩名駕駛是朋友關係 根據兩人說法 13號凌晨2點多 兩人在市區發生了行車糾紛 隨後無姓駕駛 一路追逐徐姓駕駛 兩車行經人雄路斷時 因為車速過快 追車的無姓駕駛 自撞電線桿 而徐姓駕駛則衝進工地 跟乘客兩人輕傷送一救治 其中無姓駕駛遭依 公共危險回損罪嫌送半 至於是不是行車糾紛引發兩人衝突 警方將持續調查理清 記者鄧明高雄報導 互相聚電線桿 銀行市場